约时报他们大量的介绍了维基姐妹的内容 把那些所谓最重要的内容都公布出来 那么你认为这些媒体的做法是不是恰当 张天亮博士 我觉得媒体有这样的自由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说 现在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 一个媒体的话 它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话 你不报会有别人来报 那么你不报的话 那么就可能就是说 别人报的时候可能报的比你尺度更大 所以现在的话 就基本上五大媒体的话 就是这五个跟维基姐妹合作的媒体 他们采取了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共谋的方式 就是他们商量 就是包括某一个人民如果要拿掉的话 那么所有的五个媒体大家都拿掉 就是大家是平等的 所以我就说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来说的话 作为一个媒体 他有选择 第一他有选择报或者是不报的自由 第二的话 就是说我觉得他这里边还有一些商业的考量 我想我把这个问题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李成博士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人通过非法途径 来获得机密的信息 而媒体又从这个人手上拿到信息 这些尽管他知道 这些信息是通过非法途径 那么你觉得他们 如果对国家 对某些集团 对个人造成了不应该有的损失 损害甚至危险 我觉得这里边就牵涉到 他必须选择一个职业道德 还是作为一个媒体的职业道德 还是他尽管可以否认 商业利息 然后就追随他商业利益 这里边牵涉到一个 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牵涉到一个法律问题 问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谁来界定 什么是国家利益 什么是道德 首先我觉得 首先美国政府 或者是其他国家 来处理阿商业的时候 有时候把他的隐私 或者是说他什么 性犯罪 或者是瑞士银行 我觉得这些做法 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觉得有点 有点不太光明正大 或者有点 取位有点低主 但是他本身 就是我们不能够把他做一个维护 新闻自由的一个英雄 他有他本身的商业的利益 在这过程当中 是不是他跟西路这个材料 本身有一个什么预谋 或者等等 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 当然 所以大多数媒体来讲 我是同意张先生的 我觉得像报社 不管是英国的 美国的其他国家 都有权利公布这些东西 而且一定常讲 有义务公布这些问题 但是在界定就是 你不能够省伤 个人的无故的个人 或者无故的国家 我觉得这里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经常 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 我们经常评估的是 这个事情本身 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 或者对某一个具体 个人所造成的伤害 但是我们没有评估的是 如果这个事情不公布的话 他对社会会会有什么样的伤害 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人会忽略这个问题 我记得就是当时 这个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当时我不是为伊拉克战争 本身辩护 我只是说有这样一种观点 就是说当时这个美国 由于这个轰炸 这个巴格达 包括造成很多平民的丧生 而且没有找到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有人就讲 萨达姆本人就是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为他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一次屠杀几十万库尔德人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在评估 这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没有维基解密这件事情 那么有没有人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多 他的外交的操作的话 确实是他在这个 把反恐作为第一优先的时候的话 他牺牲了很多美国 其他别的方面的国家利益 比如说他不得不跟 这一些独裁政权的合作 表面上好像打着一种反恐的旗号 但是他不得不对一些独裁国家 对于民众的那种迫害 漠视和放纵 甚至是说这个跟他们同谋 默契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情 如果没有公布的话 那这实际上它会使得 很多人权的迫害可以延续 如果能够公布出来的话 我觉得反而可能 李生博士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知道这次整个机密活动 是不是确实有一种 轰炸性的新闻 我到现在还没看到 什么轰炸性的新闻 那么我想 您先不要这样说 李生博士 我想他关于中国 还是泄露了一些机密 引起外界的普遍的报道 那么我想 请您来评论一下 在有关中国的 这个所谓泄密文件里面 你认为哪些是最引人注目的 目前讲多了一些 就是谷歌的事件 就是认为政治局有决定 有理想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呢 就是中国政府高层指令 对于谷歌 这里呢 有一个 有很多 并不一定是 有的是事实 有的并不一定是事实 有的是 只是某某人 跟某某人说 是这样的事实 但是你不能够确定 我并不是说 我并不是要您介绍 是不是事实 而是说有关中国的 泄密的内容 当然也牵扯到 牵扯到有几个外交官员 包括那个 以前的那个 那个外交部助理 部长那个何雅飞啊 中国的驻外大使啊 有些话 他本身觉得 这是不妥当的 这些话 但是最高层的方面 我觉得还是谷歌的问题 你说他们不妥当的话 是他们指北韩 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 对 因为我想中国的听众观众 不一定了解 我们在说什么 虽然我们自己了解 那么张天亮博士 你觉得关于中国的 这个外交电文 泄密的内容 哪些是最引人注目的 谷歌事件 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 我认为 就是他包括 他谈到就是中国 刚才你说的 这个北韩的事情 也是另外一个 还包括就是李克强 当时在辽宁省 当这个省长的时候 他跟这个美国人说 中国的GDP数字 是人造的 那么其实 这个泄密的很多事情 关于中国的 其实并不是秘密 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 包括中国GDP数字的 这种虚假啊 包括一些 就是中国跟北韩之间的 这种关系 其实大家在外界 爱恨交织的这种关系 大家在分析上 其实也能够分析出来 只不过是这种 危机泄密的话 只不过进一步 确认了这样的消息 我想讲一下 我从分析的角度来讲 我不认为李克强 会讲这样的话 首先作为一个 一个领导人来讲 他不会讲这样 有时候有些解释 因为这是从别人 说出来 转述的 他不一定准确 但是呢 这有时候 也没有对方 也没有机会来 来辩复 所以他本身 本身也什么 没有什么记录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也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危机的 这样的评论 现在关键就是说 当这样的一个事情 出来之后的话 民众有没有权利 了解这样的事情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民众说 原来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 要求调查 我们可不可以 要求听证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权利 如果你连这一点 都没有的话 那么所有后续的手段 都谈不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如此 重视言论自由 并不说你一定要讲的 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但是至少是说 当这个话说出来之后的话 他能够被大家听到 能够被大家讨论 然后的话呢 就像这个杰弗逊讲 谬误才需要 政府的保护 真理是越变越明的 所以说你也可能 李承博士可以质疑 说李克强是不是 讲这样的话 但是关键的就是 这样的话 能不能够拿出来 交给公众来讨论 和知道和讨论 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想这个阿桑奇 在接受这个时代周刊 当时他讲到 这个维基歇密的事情的时候 他说他曾经表示 希望以揭露 美国的这个方式 来揭露中国和俄罗斯的秘密 你认为李承博士 这也只是一种笑谈呢 还是说有这个实际的可能 我曾经有人说过 这个事情是针对中国 但我个人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对美国的审伤 要超过其他国家的审伤 而且对美国的外交的信任度 也受到了审伤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打击 曾经有人说 这是911以后 第二次对美国重大的伤害 对 它的国际上 外交911 外交的信任度受到了审伤 当然关于中国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当然 像布鲁金斯基 很多其他官员说 这也是针对中国 或者俄国 俄国反应也非常强烈 但我觉得我个人 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对 我想说的是 阿桑奇他自己表示 希望未来 以同样程度的这个方式 同样程度的 大规模的揭秘的方式 来揭露 比如说中国 或者俄罗斯政府的这个运作 那么张天亮博士 你觉得这个是一种 有没有这个实际的可能 或者是 这只是 他只是一个笑谈而已 我只能讲 我自己个人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 中国的暗箱操作 实在是太严重了 就是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 这次其实有一些消息 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 说中共的高官在瑞士 五千万高官他们都有 他们的这个银行账户 这是危机界面这次的内容吗 是香港的一家报纸 叫做易报 好像不是一个 不是很有名气的报纸 然后这个具体的途径的话 我并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说我 我期待的 我也相信就是说 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空穴来风 我也期待就是 更多这样的证据 能够显得出来 因为中国人在铁屋子里面 被封闭的太久了 我觉得他们需要知道 政府运作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危机的事情 是一黑箱操作 这只是外交官 外面的大使馆 那个领事馆 给国务院的那个电文 这不存在 一个黑箱操作的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 搜集情报的 这个情报外泄 我说的是 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 它的这种黑箱操作 太严重了 有很多事情 希望它能够揭示出来 我们知道 在这个阿桑奇 就是这个危机揭秘的创始人 陷入司法的麻烦之后 就是在欧洲 以性侵犯的罪名 被拘捕 那么在这之后呢 全球各地很多人 都举行这个抗议示威活动 而且黑客在全球范围内 发起这个报复行动 那么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说 在全球存在一个 这个所谓的黑客的这个社群 那么我不知道 两位对这个社群 有没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说他们到底 他们的技术手段 高明到什么程度 还有就是他们是不是 存在一个统一的 比如说一种行动的哲学 或者他们信仰 信仰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哲学 那么我想张天亮博士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 这个消息或者是了解 我想就是这个黑客 这个联盟的话 我想是应该有 但是呢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 就是很多人的话 发动网络攻击的话 它并不见得是 这个联盟的成员 因为很多 因为这个互联网的话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开放 它的这种开放的话呢 使得这个互联网的安全的话 就是就像这个木桶装水一样 能够装多少水 取决于木桶 造木桶最短的一个板 到底有多高 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安全的话 就是总是有人会不注意安全 然后的话就会有这样泄露 就是网络信息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黑客联盟 他们的这种这种做法的话呢 不见得是一个联盟 我觉得有可能 可能有很多像志愿者 这样发动这种攻击 我不认为真的 这样一个联盟 我觉得每一个 有个人 就用它电脑 就是时候就可以做很多活动 对 所以而且呢 这个所谓黑客呢 它的政治观念 国家背景 那个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呢 不只能再有问题 但是呢 它的伤害 它对这个世界和平稳定 或者繁荣的伤害 可能是共同的 在一定程度上讲 所以呢 这也是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觉得各个国家 应该考虑 这个怎样 这个在网络安全上面 与合作 对 我不是说要控制新闻媒体 这不是 这我的意思 但是这个安全 这个基本的一个人理道德 基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负信 我觉得也提到了 那个研究的意思 对 我想李生博士 他说的这个看法 代表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 就是说呢 很多人一说到黑客 那么大家想到的是 一个比较危险的团体 一个挑战社会权威 还有挑战社会秩序的一个群体 那么我的感觉是 刚才张天亮博士 您在节目之前说到 你认为 实际上现在的黑客技术手段 已经达到 他们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这种程度 那么你认为 就是说这个主流的看法 是不是有一定的偏差 或者是这次 维基揭秘显示出来的 是一种对抗主流的 一种一种做法 和这种哲学 那么你怎么看 这次其实攻击 就是这个维基揭秘本身 他的网站也受到黑客攻击 然后呢 就是这个像亚马逊 当他把这个维基揭秘 因为当时维基揭秘 是在那个亚马逊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的话 亚马逊服务器受到攻击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的话 他去攻击这个反对维基 解密的那些别的 那些别的网站 所以我就说 就像刚才李成博士讲的 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 一个折觉 或者统一的行动 很多的话 他都是一种个人行为 而且这里边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挺重要的 就是阿桑琪本人的话 他并不是因为泄密 而受到指控 而是因为所谓的一种性侵 受到病 李生博士笑起来 我们知道这个 但是外界普遍地认为 这个实际上 肯定有政府操作的 这个痕迹在里面 对啊 所以刚才我讲的 我觉得有点这个 我们说bad taste 就是品位不太好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 以说明 至少美国这样的政府 或者西方国家 中国不敢以 比如说如果在中国 可能是以颠覆政权罪 或者是泄密罪 马上就可以把你带不起 但是西方 他必须通过一个迂回的途径 这里边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很多人会说 对不起 张静静博士 我知道这个问题 还应该继续讨论 可是我们今天 这个焦点对话节目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听众观众朋友 我想在此 这个节日的季节 我代表 这个焦点对话节目的 所有工作人员 祝您 节日快乐 来年健康幸福 那么我是宁兴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众朋友